今天是12月26日 本期的新闻简讯由 德州一名前边境巡逻警员Gary Braugman 本周获得川普总统的特赦 Braugman在2001年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 作为边境巡逻警员 他徒步一个半英里 成功地追捕了非法越境的十多人 然而在过程中因踢倒一名顽抗的非法移民 被控侵犯了他人的权利 因此被判入狱27个月 这位边境巡逻警的特赦 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 包括德州副州长 两名德州联邦参议员 多位众议员 以及许多美国边境巡逻队的人员 奥斯丁市议会早先决定 削减奥斯丁警察局经费 1亿5000多万美元 州长本周在推特上宣布 州议会立法委员会 已经起草一份法案 目的是将指挥奥斯丁警察局的权利 移交给德州公共安全部 奥斯丁警察协会为此表示 期盼与即将开始的第87届 德州议会合作 讨论奥斯丁议会所造成的问题 他们说削减警察经费 取消警员培训班 撤销警察特别调查组 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本周四圣诞前夜德州收到了 37万5000支COVID-19疫苗 下周预计将继续收到36万多支疫苗 州长说德州现在每周收到的疫苗 超过30万支 每个月将超过100万支疫苗 而且特别强调 疫苗的接种在德州是自愿的 从不会强迫人们接种疫苗 目前只有一线的医护人员 和长期照护中心的居民接种疫苗 随后将分期向更大范围的人群 实施疫苗接种 零售业巨头沃尔玛与Fedex一起 提供在家退货服务 客户无需离开家 只需寄回商品 借助Fedex的carrier pick up 客户在沃尔玛网站上购买的商品 都可以免费退货 客户需通过沃尔玛的网站 或者是APP 预约取货日期 打印退货标签 然后包裹将由Fedex员工上门领取 当然也可以将包裹 送到Fedex办公室完成退货 以上就是本期的新闻简讯 明镜需要您的 gesehen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页标签